大家好,現在是4月7日的下午12時半 在松化今早有試雜 就算不知道松化馬什麼時候下來香港也好 我想都要看著 當然沒有馬跑,他們都要穿了東西 都要洩氣和火 所以都要試一下雜 去保持大一點的運動量 先看看第一組吧,都是由我叫馬 因為通常松化集,康仔叫都像在市坑一樣 很大回音 由我去叫馬 第一組來地集,1分1597 什麼都好,只有4隻馬試,最高分標之未來 最低分是53分,神奇大低,Virazano的兒子 然後是53分的高通靈馬凡PPG 萬事之光58分,蘇惠妍馬防五碎PPG 加抽10大90分PP,會贏馬的 標之未來,代了馬之後 這馬有點不同了 看看馬林能不能跑回 希望他能跑回 好像不敢在馬林之間跑 看看會不會好些 準備起步,起琴,想衝襲 標之未來 起步的時候,很快的 貼著一條欄的神奇大低 在外面是萬事之光 但外面是加州十大竟然放頭 外面是標之未來 同馬至美馬有兩個馬位 貼著一條欄,仍然是神奇大低 中間是加州十大這個長途馬 竟然可以跟到那麼前 握著握著,標之未來是三疊位置 後兩個馬位,萬事之光很輕鬆 長江城頂住 在內蘭頂住半個馬位,仍然是神奇大低 但中段,在中檔,兩隻馬之間 很肯走 這隻是加州十大,很望人 外面是拍著標之未來 紅色衣服,這隻是萬事之光 也過了那隻在內蘭的神奇大低 差不多轉正入直路 神奇大低開始力量 前面,一路轉途,鬆著鬆著走 就是標之未來 在裡面,就是加州十大長途馬 神奇大低要騎著不肯走 這隻走馬尾,不想讓他望空 完全跟著馬尾,看看他如何 在最後200米左右 標之未來跑短途 當然是試得好過加州十大 加州十大早轉用了那麼多 但是這隻,那隻90分馬 這隻118分馬 這隻58分馬 可以這麼輕鬆過他們 這隻萬事之光 第二名,標之未來 全程都要鬆著鬆著鬆著走 加州十大不知為何放頭 之後就散了,成奇大低 成奇大低當然不給他評分 給他也沒用 加州十大,9分水準 標之未來,9分水準 這隻厲害到這樣 萬事之光,長江城這樣定住 Ocean Park 來得特別厲害 58分,這個水準 應該又賣贏 所以跑草地來得1400 沒問題的 9.25分,給不到9.5分 因為時間不快 看完第一組 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時間慢很多 1分12秒09,最高分是103分黃金甲 103分7歲的PP 他老對手超 神區都已經退役了 看看什麼時候 開始 平分很有優勢 看看什麼時候肯跑 星目未來 日本的3歲PPG 即北半球馬 應該是57分 但還沒有平分 74分,6歲PP 偉達馬房 北極光 Tavistock的兒子 91分賀儀馬房 5歲PPG 5歲,我以為6歲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馬主是遊戲 世家的家族 所以 有興趣玩馬 其實對於香港馬圈來說好事 有本 時間慢一點 看看事成怎樣 蝦子 來日本馬來的 一起步的時候 這隻星目未來慢一點 但最慢的是 抹水抹水 前面貼著籃籃 黄金甲 外面就是這隻 叫做利害鳥 第三位 星目未來 外面就是北極光 包了落尾 扣開三馬位 之後 抹水抹水 六個馬位 黃金甲領先一個馬位 緊張 撥到很低 很認真和他試 裡面 拉到彈一下 這隻星目未來 外面就是北極光 三馬位 之後 抹水抹水 鬆著鬆著 也不是很肯追 慢時間 當然放得輕鬆 但厲害了 也要鬆著鬆著 抹下去 不是很肯追 反而站高身 看到這隻星目未來的騎士 很肯走 外面是北極光 配著很久 抹水抹水 黑極力 就離開 進正直路 有些不歪 雖不會不藏 formal 哇 反而出面的北極光 真的不肯走 最後 雙ke 黃金甲真是撒開大埔加速 就彈掉了第二名的厲害了 第三名就是全程按到11時的北極光 第四名是魚細看多好 全程按到11時站高身的 魚細很好 撒水撒水還沒得 黃金甲9分水準 其實有藏態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肯跑 撒水撒水不給評分 星木未來我覺得這貨就試得很好 特曼時間8.75 厲害了 我覺得他剛才的布很奇怪 撒水是想試但不肯加速 8.75 北極光9分水準 我覺得仍然有狀態 1400、1600 應該還有賣贏 2800 甚至是谷授1650 1800 好了 看完第二組集 看看第三組 第三組時間1分10秒28 最高分87分的勤得兼備 一檔馬卡比利 Ridden Tycoon的兒子 5歲的PPG 跑了五場 還未上名的 38分 蘇維爾馬房 余金堡 Curuscio的兒子 姚本輝馬房 5歲PP 跑六次都未接近 神州飛區 RG Panko 英國4歲PP 韋達馬房 蟬勝寶區 5歲PPG 81分 雷敬威馬房 這隻灰馬 然後勤得兼備 9歲 87分 沒有太光太波 這麼便宜的馬 當然 他回來不貴 但是賣給他買主要貴 知道 撿了一個雙倍 但是呢 交代債 900多萬獎金 好了 準備起步 一起步快一點點 雨金堡 短途馬 裡面的卡比利 也不慢 外面就是灰馬 蟬勝寶區 三四個馬位之後 見到這隻會是 什麼馬來的 完全認不到三個 應該會是神州飛區 巴採附近 勤得兼備 頭馬至免馬 八個馬位 余金堡短途馬 領先了半個馬位 內萊卡比利 一個馬位之後 灰馬 蟬勝寶區鬆著給他走 脫掉五個馬位之後 要鬆著也不是拔走 神州飛區 再後多三個馬位 就是勤得兼備 頭馬至免馬 十個馬位 前面 放得很快 看到鬆著鬆著 給他走的余金堡 在他裡面 仍然的卡比利 跟著實一實的 高斑馬 蟬勝寶區 鬆著也不肯 神州飛區 巴採附近很輕鬆 始終有班底 勤得兼備 過他 入正直路 卡比利 回來散了 全途比住的余金堡 也回來沒有 反而高斑少少的馬 蟬勝寶區 很輕鬆就過他 神州飛區 要打 也不肯 真跑 卡比利 散了 希望不是流鼻血 勤得兼備 很輕鬆 在外跌追上來 前面放得快 所以回到來 這隻高分少少 潛勝寶區輕鬆贏 第二名 就是這隻 余金堡 第三名 就是在外面 按著都追上來 追得不差 勤得兼備 第四名 就是神州飛區 巴採附近 卡比利 打都不肯走 不給評分 余金堡 打 就肯走少少 8.5隻 但是 騎得太緊要了 神州飛區 又是打得很緊要的 PP 打醒了他 可能下線是 Giant Cosplay 一定沒問題 不給評分 余金堡區 余金堡區 我覺得不太出色 這次集大時間很漂亮 9分水晉 勤得兼備 勉強8.75 這個評分長期是拖的 又看完第三組集 時間算是偏快的 現在看看第四組 第四組集 1分11 1秒21 最高分是精英 一檔馬 麒麟才子 所謂馬房 smart missile 4歲PPG 35分 桃花旺 40分 7歲PPG 上季都會贏 Swiss Ace 全民皆之60分 法國的6歲PP 懂得贏 但他到底是怎樣跑才對 跟前走好一點 還是 後跑好一點 這隻是桃花王 馬匯才衣 怡春火力 3歲的PP 偉達馬房 偉達很喜歡買這類型的馬 越來越有冠軍 聶楚行馬房的做法 很喜歡買這類型 側身的PP 希望他的成績可以 Jolly Roller 精英 曾經有少少走勢 4歲 英國PP66分 準備起步 時間正常 這隻桃花王 起步的時候 果然不慢 這隻桃花王 貼著內欄 是麒麟才子 外面見到精英 在包尾 怡春火力 第三位 全民皆之 全民皆之 第四位 靠後身定住 也很肯走 麒麟才子 不讓他走 晶晶的包尾 頭馬正尾 四個馬位 儀春火力 應該捱到藍 看見他有少許外閃 第二位 這隻桃花王 第三位 全民皆之 讓他走 上來拍 晶晶第四 包尾 全形定住 麒麟才子 頭馬正尾 三個馬位 最好 儀春火力 也很難順放 頭很高 全民皆之 給了指示 要跟上去 但不能跟得住 桃花王 第三位 馬位賽者 不是很肯走 麒麟才子 現在認真考驗 晶晶包尾 在最近鏡頭 按著都上來 會不會是外籃特別好 這隻儀春火力 怕邊 開始肯走 力水 麻煩地 扔下 扔下 然後 其輪才子 認真也不肯加速 全民皆之 旗內又是不多 反而精英很輕鬆 追上來 會不會是近鏡頭 特別好 包了落尾 桃花王 回來不多 這隻儀春火力 8.75 桃花王 不給評分 精英8.75 可以再試得好些 我總是覺得外籃好些 全民皆之 我覺得這貨集是一般 因為60分 四班好 我給8.75 勉強 還有哪隻 精英 勉強給8.75 這貨集不算很突出 時間不快 而且 試得最輕鬆是精英 儀春火力 剛才是借頸力 布味是很開 可能還要給他多一點時間 看完四集 看看第五組 第五組 1分 11秒27 最高分 54分 聖二龍 最低分 27分 非凡魅力 smartmissor 6歲 PPG 賀賢馬房 27分 馬豬聲輝 其實我之前都留意到 他來了 狀態7歲PP 35分 蘇惠賢馬房 隨時贏得的馬 是一隻 這隻 是一隻 是一隻 升光爸爸 40分 5歲PP 偉達馬房 這隻 聖二龍 54分 Battle than Ready 4歲PP 上個名字 能文能武 PressA文 52分 未出賽的PP 旅建威馬房 準備起步 升光爸爸 入去 時間正常 看看這隻馬豬聲輝 試成怎樣 因為我上場都已經有貼開 一起步 快一點點 聖二龍 外面的能文能武 也不慢 中間的升光爸爸鬆幾步 開始想埋難 接著見到這隻 叫做 這是什麼 非凡魅力 最後是長頭馬 馬豬聲輝 頭馬至尾馬 八個馬位 能文能武 領先兩個馬位 貼著欄欄 第二位 頭側側的 有點外閃的 升光爸爸 外面就是聖二龍 留著來跑 第四位 非凡魅力 包座琳仍然是馬主 聖輝 頭馬至尾馬 七個馬位 能文能武 PressA文仔 越走越好 領先兩個馬位 第二位是升光爸爸 有點頭側側 聖二龍 下班之後 開始見到有走勢的馬 逆步逆出 上來第二位 第三位 升光爸爸 騎走 第四位 外擋的非凡魅力 包座琳仍然是馬主 昇輝 能文能武 放到差不多 要認真考驗 但是騎下去 不一般 亂龍 反而聖二龍 狀態很好 按住 準備過了 但有點影響了 升光無法打到 不肯走 亂龍 非凡魅力 又不肯走 長途馬 馬主昇輝 騎下去算是OK 過終點 聖二龍 按住也贏你這隻 能文能武 很合理 第三名一隻 馬主昇輝 第四名 非凡魅力 升光無法 亂龍 後面兩隻不給評分 馬主昇輝8.75 因為評分有優勢 能文能武 很明顯 力度轉弱了 所以我覺得 好像時間不快 可以再好些 我覺得8.75 初出應該還未夠 還有可能給他時間 四歲好些 升以龍 九分水準 是正確的 但是我硬是覺得 不是1650馬 是一隻1200 1400 這樣 給他九分水準 在這裏再說一次 我再開一個群 叫做HKJoking Club 如果不介意 用你的真身 申請加入 什麼都可以談 馬波 股 時事 搞笑事情 都可以分享 是這樣 拜拜 第一位 因為 你 想 你 說